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 Hobo測量星系遠離地球的速度 與地球和星系的距離R 這速度 兩者的關係 近似通過原點的一條直線 可用公式V等於Hr 那這H的話 我們稱為Hobo常數 好 那麼我們看第一小題 他說依據圖示 求出Hobo常數約為多少公里每秒 好 那這個V是等於Hr 不過這是R相對於H的函數圖 所以這個R是等於多少 R是等於H分之1 R乘以V 所以他的斜率是等於H分之1 好 那我們看H分之1是等於多少 就斜率嘛 斜率就是200 200的話呢 除以500 就200 不過這個單位的話呢 200單位是乘以 使得50萬光年 H分之1 H分之1 那個除以多少呢 200除以500 500的話 他的單位是公里 8每秒 所以這樣算出來多少呢 算出來這個是 那我可以把它倒過來 H分之1 就等於2乘以10的5次方 光年 然後5公里 每秒 所以這樣算出來 這個是2.5 2.5乘以10的5次方 5次方的話 公里 好 照我們看看 他就說 經過測量 某一星系 正以呢 速度 2.5 乘以10的 2次方公里 就250公里 的速率遠離地球 請估計 此七一號門之間的距離 有多少光年 好 他那個速度是250的話 對應到什麼呢 對應到距離 就是100 因為剛剛是一半 這個250是500一半 剛剛是一半 那單位呢 單位是 使得50萬光年 所以距離R是等於多少 等於100 他乘以後 使得50萬光年 所以大概是 使得70萬光年 答案是 使得70萬光年